嗨 哈囉這裡 我們今天就要去成都嘛 然後我們是5月1號去開始比賽 然後去MSI的時候我希望你們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這一場整個過程裡面 我希望第一點是你們的心態 因為賽場真的很短 我們贏完一把馬上也會打下一把 然後就算輸了也是 輸了也是很快我們就會打下一把 然後甚至是我們第一輪 所以如果也算即便我們贏了 我們去到下一輪的淘汰賽 我們也是會很快就需要打 我們其實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調整 我們只要專注在我們的遊戲內容 最後在面臨如果要淘汰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願意挑一些有的沒的 這種時候我覺得你們心態最重要 而且即便你們輸了 DRS當初在打世界賽其實 其實DRS也沒有很強 但是他們會應該學習 然後最後 你可以說他們的人操作本身就不弱 但我覺得我們的人操作也不弱 說實話要跟那些人比的話 只要我們把我們自己的朋友打好 我希望你們 要把你們的心態管控好 不管發生任何的意外 就是我們即便輸了 第一把輸了 你們都得好好好去準備下一把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這整趟的旅程 我希望你們把這個東西做好 我們只要專注我們遊戲內容 以及我們的優先級別 我覺得優先級別其實也是蠻重要 我們想打的對決 我們很多對手其實 我們基本上也沒打過坦白說 所以最後就是 你想要打什麼樣的對決 我們想要打什麼樣的對決 我們專注我們想要打的對決 優先級別 遊戲內容就行了 OK 沒事的上車 等一下就是這個球 等一下就是放輕浴缸 你這個拍了到時候就是 我就會被別人罵 真的是來玩的 為什麼你要帶皮卡丘 因為它是我的幸運物 你每一次都會帶嗎 沒有 這是我 這支 你要什麼小道具嗎 沒有啊 就是我的日常 洗面爐 水啊 水 化妝水啊 乳液 清淮液 眼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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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天的行程嗎 你會穿浴袍出來嗎 我感覺那個粉絲會喜歡啊 不要直接那麼尷尬的 你要說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吃什麼 粥啊 為什麼要吃粥 因為 蒸 蒸多粥少 蛤 總裁還泡爽了 泡的泡馬克爽 我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你可以講解一下現在這個漢堡的口感嗎 可是我還沒吃漢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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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給我咬一口汗吧 首先呢 先去洗手 超級大 所以一口就飽了 這個 肉的味道 肉香味很脂 這肉汁完全鎖在那個漢堡牌裡面 完美 你有什麼感覺 你對於他的美食評會你有什麼感覺 評價不到 這是你的早餐是不是 對 大果盤 配上這個 主餐 三片吐司 橙汁 酸奶配麥片 大概被拿鐵 我狂喝你知道嗎 沒有 我吃完直接拉 拉泡泡